大家知道民防 民防在哪一个部位 民防在内政部 在警察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消防 其实我们的消防跟警察 在我当部长那四年半的任内 其实我们很多的演练 当然有一些 比较国防机密的我在这里不能讲 不过我告诉大家 都已经在做 包括我们的一些安全的基础设施 其实我们的包括很多的单位 国防单位都在做 所以民运其实从这里来讲 从日本 他的护卫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 这是第一次 然后之前你看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现在澳洲 纽西兰 这么多的国家 当然美国不用讲 他固定时间 几乎一个月最少通过一次 这么多 然后加上我们现在内部的 我们的民主防卫机制 一直一直出来 所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的力量是越来越强 保护自己要更有信心 更有决心 这就是台湾自由民主防卫 最大的决心跟力量 我们要先从日本的那个护卫舰连号通过这个公海 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日本的这个国防力量第一次通过海峡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局目的一个大事 那我必须要讲 这个当然有几个原因 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要这个自由 这个台海自由化之外 这强调这件事情之外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对中国的一个反制 因为几个原因嘛 大家不要忘记啊 这个中国的军机啊 这个非常罕见 你竟然去侵略到了日本的领空 包括他的侦察机 已经是到了日本的领空 那甚至呢 他的辽宁号 还曾经一度的进入到日本领海的这个临街区 你的路跟你的海 你都已经去侵犯到日本的这个领空 对日本来讲 他一定要反制嘛 临街区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我让大家了解 临街区是二十四海里 二十四海里以内叫临街区 宁海是十二海里以内 宁海是属于主权 宁海是属于主权 宁海是属于主权权利 他不是主权 但是他有主权权利 因为进去里面 也等于是 已经几乎要进入侵犯的范围里面 我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真的已经亲门踏户了 亲门踏户 这绝对是啦 尤其进到宁海 那就是亲门踏户 因为宁海是主权 我再讲一遍 宁海是主权 宁空也是主权 他已经进入了人家主权范围了 确实你看你宁空也是 然后你这个宁海也是 所以对于日本来讲 哇你亲门踏户 那对于对于日本来讲 他一定要参取反制的作为 那甚至我觉得说 这个还有牵扯到 之前不是有讲到这个中国 现在一直在进行那种仇日 反日的那个氛围跟情绪吗 所以包括就是说前阵子的一个大新闻 包括深圳的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小孩 对对还被这个重伤重伤而亡 所以你对于说这些日本 包括日本的国公民也好 或是说在旅中的这些民众也好 他当然就是觉得说你日本要有一些作为啦 对于中国的一个反制 这当然除了说日本自己对中国的一个反制之外 当然包括像刚刚亲皇讲的 就是中国他最大的目的 一直要把台湾海峡给内海化嘛 但是你包括美国加拿大 你甚至什么澳洲纽西兰 法国德国荷兰 这些远在远在这个美国欧洲这些朋友 他当然都不让你这样过 不让你这样做 所以包括美国自己的 像什么这个护卫舰什么的 他也都尽量的来通过台海 来宣誓 这个是一个这个国际 国际水域的一个决心嘛 那所以你先日本也加进来了 所以我就说你连国际的朋友都来想办 掌方设法要来帮帮忙台湾 那我们当自己要硬起来啊 所以你现在包括就是说 现在我们自己所实施的 这样这个民防的力量 我认为啦 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都不硬起来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奢望别人来帮忙你呢 在这里要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 内政部在警政消防等等这方面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国安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包括防空消防民防 就刚刚提到了民防 国防民防的结合 那我们现在民防几十年来真的是弱化了 那现在我们民防要再继续加强 所以其实民防 民防的加强在某个程度 其实就是我们讲个实在话 就是人民的力量 防御的力量的加强 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总统召开 包括有这个 大家就说你那怎么会叫佛教的人 其实佛教整个在这个民间的这个 团结力量还是很大的 功能性还是很高的 然后也有全联超市 大家就说这怎么会有超市 其实超市它负责很多物流 很多舒配点 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纳入整个 整个整体的一个防卫的 社会的这个力量里面嘛 那这次这有什么不对 我觉得这个